剛剛有過彩 我經常洗澡就在撿被 我找到一個材料 我這次就要來幫大家試試看 太感謝了 我終於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 大家好我是一代台客媽 歡迎回到一代小台客 我們今天所在的地方是我家的主浴室 今天不是帶著忐忑 而且懊悔的心情 我今天要跟大家review 當我被愛情沖昏頭的時候做出來的決定 哈哈哈哈 這個事情呢就是因為某人 跟我說這個材料用在淋浴間的地板 是不會有問題的 然後我就選擇相信了他 我唯一做錯的決定 我現在先讓大家看看他的材狀 就是這裡讓我九九乾淨 oh my 你看看有多長 很多網友很想知道 馬賽克拿來用作浴室到底會不會很難清 其實不會喔 沟縫都還可以是很乾淨很白很漂亮的 很好洗 也有很多人想知道 我預示這個材料可不可以拿來做地板 拜託 不要 好 今天要洗澡就在撿貝殼 隨便摸就一塊 畢竟他是硬度不高的自然材 經常使用跟清潔劑 馬上就會增加它風化的速度 現在因為已經發生了 我們就是要好好把它想辦法解決 我找到一個材料 我這次就要來幫大家試試看 不需要拆除 不會破壞到原本的防水 工期只需要二到三天 完全不會有飛揚的灰塵 是不是一個實用的好材料呢 一起來看看吧 師傅已經要進場了 我現在就是坐立難安在等他 提醒大家 只要家裡有這種小的工事啊 要先事先問工班問清楚 需要做什麼防護嗎 然後他的污染會到什麼情況 會不會有什麼廢物的產生 因為我忘記問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坐在等 沒有啦 所以我現在就是盡量先把原本 魚是怕污染的東西 先搬到外面去 師傅來了耶 剛才在跟他討論 因為磁磚可以貼很緊的狀態下 他就可以直接濕做 那如果磁磚是有碰棍啊 或玻璃的情形 已經沒有黏很緊的話 就需要做到拆除 師傅在這邊如火能徒的拆除 跟磁磚說拜拜 最好在試做前一天就不要使用浴室 有積水的話是不能試做的 雖然我這邊已經算很乾了 他還是要用吹風機再翁乾一下 在材料的時候還是會有一點分層 所以還是用養生膠袋把它包起來 要坐在這裡健康喔 還是要這樣我們家感濃的 人有夠多的人糕了就來了 今天要完成五層 然後我們明天呢 再做第六層 師傅已經在裡面 八個小時了 他很多時間其實都在等 那個材料乾 所以我們一起期待最後 他呈現出來的樣子囉 師傅已經離開 我手上有一張養護規範 他這邊最後一層上的呢 是一層PU 所以他基本上所有的清潔 還有這個材料最後完成的硬度 就是PU的頭型 做好一天了 他這個做完真的很像水泥的感覺 硬度也比昨天摸高很多 感覺效果很好耶 有壓一個紋理 顏色就好像可以做出層次 表面有一點粗糙的感覺 能夠止滑 有沒有感覺漂亮很多 就至少是很好清潔了啦 加油 好棒喔 修理好了 來那我們看看現在地板變怎樣 你喜歡嗎? 喜歡 妳要當第一個在這裡洗澡的人嗎? 對 他現在已經乾燥了一天了 但是洗完澡以後 水停留的地方可以看見的還是 顏色是比較深的 這個狀況應該是乾燥以後就會排除 現在已經過了好幾天了 那像現在淋浴它就完全已經呈現了 水不會滲透進去的狀態 整個顏色就很穩定 太感謝了 終於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 好感度完全增加耶 材料有解決到我的問題 像我們這麼小的區域 叫工人來有時候人家真的不想來 整體感還是不錯的 顏色是介於 緣分的貝克馬賽克 跟地板的石銀鑽之間 一個亂灰 你又不想拆浴室的磁磚 然後又想同時解決 剝落破損的情形的話 是一個可以好好解決問題 又不馬虎的權宜之境 給大家參考 第一次的改造大成功 喜歡這次的內容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個按讚 最終我的臉書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